我高宏安今天從小到大 北一女台大不說 我們師大也是防守進去 學士豐富 從小第一名高宏安的學霸人設 昔日歷史陸續被棋底 網紅四叉貓挖出高宏安 過去補習班影片截圖 很酸這是高宏安真心推薦 只他從師大二年級就報名補習 才可以從此不再輸在旗袍點 原來台大萬中選一的匪陶匪 也曾經泡在補習班臨時抱佛教 就算是北一女台大法律畢業 我們當然也不會去覺得說 因為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然後所以就有事沒事 拉別人出來做對比 如果你不是全然的新人 那我認為對選民來講 你的真材實料 會比你的文憑還要更加重要 同樣都是北一女台大學歷的 名校畢業生 苗波亞卻沒有名校情節 因為能成為人生勝利組 除了個人努力 有時候還需要父母從小打電 對啊就是其實那時候的 那時候確實有數據機 因為我小時候就有在上BBS 昔日報導高宏安自稱幼兒園大班 就用56K數據機連網上BBS 但實民警點出56K數據機 1996年才發明 他大班也不過才1990年 質疑難道家中有這種未來機器 不是神童也不是學霸 高宏安戰效爭議一波波 就連道歉也出事 我用詞不精確 讓中華大學的老師以及同學們 有不舒服的感受 我要再次誠懇的來向大家道歉 其實是討論度非常的熱烈 那我們才發現說原來 有發生高委員失言儀式 那所以我們就趕緊聯繫高委員 尋求高委員這邊 希望他能夠得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並非外傳所謂的學生會要來的儀式 論文門意外演變成 菁英主義案外案 各種爆料也蜂擁而至 靜新聞綜合報導 開始